大家好,我是五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這一節跟大家說 打工仔的辛酸 是啊 是啊,我沒什麼打工的 招職了 像你威威吃雞一樣 那更辛苦,沒錢啊 大佬,窮鬼 沒經驗說而已 沒經驗跟大家說 但報紙都是看的 跟大家引述一下 香港打工有什麼壞事 問雞Patreon沒有廣告 請給個讚 為什麼呢 有一條影片不是說 在Headquarter上班 即是在香港是很辛苦的事 那條影片一出 我朋友在Whatsapp 說什麼? 真的啊,很辛苦啊 很大壓力啊 好像有點共鳴 是啊 上學又辛苦,上班又辛苦 不是,對著老闆 對著老闆 對著老闆很... 很懶惰的 或者很... 即是有要求的時候 大家... 知知言言 就會覺得 香港... 其實... 打工的文化呢 有時候... 就很...特別 有些呢 現在有個新 Terms 放出來做事的 那些被譯為寫束 是啊 是啊 寫束 寫束啊 那時候在希希上班 啊,去做寫束啦 是啊 一天就去做寫束 簡單的感覺 好像是奴隸手 奴隸手 是啊 是啊 賣血咯 那時候我們最多這些 Terms 形容一份工 紮營啊 以紮營為樂啊 那... 簡直是... 很多不同的那種辛酸 那但是... 這些辛酸... 其實在現今社會啦 其實... 有時候跟一些朋友談開呢 就是現在的... 時下的... 年輕的一輩 跟一些可能出來社會打工 有社會經驗 工作經驗 十幾二十年的人 去Compare呢 那個價值觀很不同 已經是... 隔了很多代位Generation 他們的觀點和角度都不同 所以... 那... 十五條 令到打工仔會崩潰的公司規則 是不是真的崩潰呢 還是... 純粹是因為... 大家的價值觀... 因為新世代價值觀是不一樣的嘛 那就看一下... 究竟... 有哪些真的見秋的離譜 還是有些... 純粹看人... 見仁見智 你們有沒有試過呢 那就... 現在... 跟大家... 研究一下啦 因為... 始終啦... 公司規矩不同的地方 又不同例子的... 各處鄉村各處例 就是... 你在總部... 你在分行... 做事... 散告皇帝院嘛 跟經理混熟了又沒事啦 不是喔... 你在總部... HQ 做事... Headquarter 嘩... 真是大老闆喔 隨時你見到那些... Boss... 那些... 那些... 可能你大公司... 喂... 有機會可能見到... 紮佳... 你紮佳先生的... 紮佳... 那你一會兒... 你一會兒... 腳抖的嘛 那這些事情... 都... 不同啦... 當然啦... 我們看看... 究竟有哪些是... 為了... 滿足你老闆... 而規定的... 正所謂... 喔... 企席... 老闆到了... 企席... 全部要... 這樣是不是... 向左走... 還是要這樣呢... 這些是... 純粹... 做給你老闆看啊... 還是... 有些... 真的... 不做不行... 那究竟是什麼規矩呢... 那就跟大家研究啦... 喏... 有人就說... 曾經呢... 網上... 封存了一個... 叫做... 員工守則... 就說... 每天上班呢... 只准許四次廁所... 四次廁所... 其實是很合理的... 嗯... 有些人覺得不合理的... 為什麼要限制人去廁所呢... 喏... 還要啊... 一天八個小時... 兩小時去一次... 你覺得不合理嗎... 說到說... 每一次... 不可以超... 不是... 加起來... 這四次不可以超過十五分鐘... 哦...這樣的... 那... 有時候... 有人計算過那條數... 其實一天如果要拖屎歐歐... 其實你拖了很多天... 那裡... 是的... 我知道... 喏... 喏... 你剛剛那個說法... 我當然明白... 是的... 很多人... 厲害的... 我都會跟這些人計算的... 怎樣啊... 為什麼呢... 很流行的... 有些人放飯... 會吃飯的時候... 當然... 舉例子... 12點鐘... 放飯... 吃飯... 不要說放飯那麼難聽... 吃飯... 吃午餐... 是... 那... 然後呢... 有些... 聰明人呢... 就會... 我11點9... 先去廁所... 先洗手... 跟你說一下... 好了... 咪咪摩摩呢... 12點呢... 他就自然在餐廳出現了... 即是他不會再回到工作的地點啦... 如是者... 每天... 可能有些... 放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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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天... 你有四次... 即是... 不見了... 不見了一整個小時... 公司沒有生產力... 喂... 人人都好像你這樣呢... 那... 我們公司... 就虧了很多個小時... 是吧... 你... 究竟是怎樣呢... 來... 有些人就會說... 嘩...不行喔... 你這麼... 這麼沒有規矩... 是不是啊... 你... 什麼規矩... 即是... 廁所都要管... 廁所不用管... 什麼不用管... 是吧... 有名的... 你想一下... 如果人人都是這樣... 所有工種都要你做完的時候... 你自自然而... 你就明白這個道理... 不是... 你做老闆才會明白的... 你打工那個... 當然想蛇就蛇的啦... 蛇歸蛇... 不要... 不要... 蛇仔明... 蛇到... 蛇到... 不見了人... 是不是... 即是... 有時候大家... 那當然啦... 有人就說... 喂... 呃... 不可以... 那十五分鐘加起來呢... 那是卡一點的... 那如果突然肚子... 那怎麼辦呢... 大笨章來... 那有時候... 算起來... 就是... 大又少... 那樣... 很難計算的... 總之呢... 去小的... 拿條橡筋... 紮住它... 大的... 就拿定銀塞進去... 不是定銀不行的... 用什麼啊... 成人鳥片... 嗯... 內循環... 是啊... 內循環... 呵呵... 那就搞定了... 好了... 那這個... 你覺得是不是很誇張呢... 如果限時... 是誇張一點的... 好了... 另一件事... 就說... 有限度上網... 什麼叫有限度上網呢... 就是說... 如果你在寫字樓工作... 有些公司... 會Block了你... 不准你去一些網站... 色色的那些... Facebook... YouTube... 怕你呢... 掛著啊... 那你是不是用手機就上了... 你... 好讓啊... 現在這個年代... 有就讓啊... 老闆說... 你做事還是玩手機呢... 玩手機... 那好吧... 你留回家玩吧... 好啊... 那你... 當然... 是吧... 不用的了... 通常出警告... 然後就... 出幾封警告... 然後就走了... 是啊... 這些我不是教... 教你什麼啊... 很多... 公司的... Policy... 就是說... 他覺得... 你... 你拿公司的資源... 在這裡做一些私人的事... 一來... 已經是... 不是那麼好啦... 聰明... 二來... 就是說... 你完全是沒有on duty... 尤其是... 如果你... 本身有自己的職責去做的話呢... 你... 掛著上YouTube... 聽一下五仔... 是吧... 那... 一會兒聽到入神... 嘰嘰嘰嘰笑了出來... 影響... 真的上進了... 是吧... 影響到人了... 人家那麼苦... 上班... 你都在上班... 笑了嘴巴... 真的上進了... 是... 那... OK的... 當然是聽多一點... 帶給大家一些... 歡樂... 是吧... 但是... 有人覺得... 為什麼要block了他呢... 就是說... 喂... 不可以這樣啊... 是吧... 這個世代現今社會... 科技資訊爆棚的年代... 你不讓我上網... 等同脫了截的啦... 很多時候... 隨時啊... 媒體... 即是說報紙... 都未必更新的那麼快... 我是靠這些不同的社交平台... 發現了一些新的新聞... 或者突發的新聞的嘛... 那你不讓我去看這些東西... Outage 的那個人... 都會的... 其實有時候是的... 我... 即是... 我以前... 就不是說... 即是不讓大家上網那些什麼的... 大家都會拿一個電話出來... 我試過... 太忙了... 那個電話你是不會碰到的... 你基本上是... 待著你的聲音... 響都沒有空聽的... 是吧... 那... 試過... 收工... 嘩... 嘩... 看一看... 即是... 已經是無限一個符號的啦... 哈哈... 然後你... 有時候就收工看看... 那些新聞... 那天發生了什麼事... 嘩... 你發覺自己... 原來發生了那麼多事... 是啊... 那當然啦... 你說閒了他上網... 是不是真的一件... 很錯的事呢... 我又覺得... 沒有必要啦... 現今社會... 像你所說的... 自己的電話也上到啦... 就不用你電腦啦... 是吧... 你有張樑計... 別人有過場梯的而已... 好啦... 第三樣東西... 不知道大家覺得合不合理呢... 就說... 遲到要扣錢喔... 好像... 法例好像有些... 什麼... 有些標準的... 是吧... 這個遲到要扣錢... 那... 是不是三個字呀... 我猜他... 一分鐘一元... 蛤... 一分鐘一元... 是啊... 那我上班你不是還給我嗎... 沒有的... 我這樣的... 是啊... 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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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債... 喂... 那我不是很虧... 沒有虧的... 你遲到公司就很虧... 只有扣沒有家... 是啊... 所以... 有些人說... 上班就好像做社畜一樣... 是吧... 喂... 有些人有... 很離譜的... 就是... 為什麼這樣說呢... 他遲到是成一個... 習慣和自然的... 哦... 是有些人是這樣的... 他... 可以離譜到... 上班遲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才抱頭... 你不打給他... 他好像不曉起床那些... 好像... 沒有請過這個人... 哈哈... 你... 好恐怖啊... 這樣扣... 對的... 我覺得... 我遇到一個... 啊... 那時候... 你打給他... 即是他... 不是說... no show啦... 會no show的... 上班會no show... no show的... 那他又不會請假... 不會出聲的... 不見了人的... 那你要打給他... 刮他... 嗯... 那有人就說... 試過啦... 喂... 誰又沒有出現... 還沒見到人... 已經半個小時了... 那接著... 我說... 你有沒有找過他... WhatsApp有沒有副機... 沒有啊... 我說... 不用刮他... 我說... 不要刮他... 我最討厭他... 那... 公司有打卡... 有no record的... 他自己處理... 是不是... 太多... 這些... off record的... no show的情況... 我就... 到時候... 看... 公司人事部... 我說... 為什麼要... 好像小孩子一樣... 要刮你上班呢... 是不是... 不用動氣啊... 我沒有動氣啊... 我覺得好笑啦... 我知道... 所以... 有時候有些人懶惰... 我不懶惰... 身邊的人會懶惰... 是... 我說... 冷靜一點啦... 扣薪金而已... 不是扣你... 是不是... 做什麼鬼事... 那些事做不完... 要我頂的嘛... 那就是... 另外一個問題... 就不停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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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所以... 有人覺得是合理... 因為有一個警惕的作用嘛... 但是... 如果有些... 住到... 新界... 大西北的人... 喂... 早上乘車... 過海上班... 已經遇到兩個小時... 鬆一點... 但是遇著... 不好意思... 炒車... 塞車的時候... 喂... 又... 又要扣我人工... 又好像... 不太... 合情你喔... 這樣... 那當然啦... 老闆就會跟你說... 你不如鬆一點... 再... 兩個多小時... 這樣如三個小時... 哈哈... 那你看你自己怎麼想啦... 那不用睡啦... 是公司睡啦... 沒所謂的... 是吧... 你準成你的責任嘛... 哈哈... 嘩... 你真是沒聲出啦... 那很簡單而已... 東加不打... 打西加啦... 是吧... 不對就好了... 有人就說... 這個呢... 我也經歷過很多... 是吧... 放工或者放假... 要立即回一些訊息啦... 尤其是... 就是我以前啦... 海量的WhatsApp Group... 公司的工作群組呢... 呵呵... 精彩啦... 是啊... 那就說啦... 有人就說... 嘩... 公司啊... 你... 一加你進去的這些群組啊... 簡直是... 惡夢的開始啊... 什麼叫惡夢開始啊... 就說啦... 簡直是... 拉近了你和你老闆的距離啊... 是不是... 就... 有些事... 如果... 突然之間他想到... 可能... 在WhatsApp Group裡... 問你兩句... 你立即要回覆機啊... 是不是... 很大壓力啊... 群組裡面... 那麼... 更加啦... 有人就說... 試過啊... 假裝看... 即是叫做... 晚上啦... 老闆突然想到一些新的東西... 提了你... 問你意見... 那你就... 沒有回覆機... 第二天啊... 老闆走過來... 拍拍你的肩膀... 喂... 昨晚明明見到你Online啊... 咦... 看完Message不回覆機啊... 嘩... 即是有人心想... 喂... 收了工了啊... 不是要這樣啊... 是不是... 沒有啊... 那... 嗯... 有時候呢...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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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到這些情況呢... 很尷尬... 可能... 某些工作群... 即是... 一個... 公司... 我試過... 我記得我... 即是... 離開那些工作群組呢... 離開了整個小時... 是啊... 海量... 很多個群組... 很多個群組... 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老闆... 有不同的部門... 有時候... 真的很大顆... 那些... 迪巴曼頭出聲呢... 你都要立刻回覆機的... 有時候... 可能是關乎到... 你自己... 牽涉到一些很敏感的問題... 可能就要立刻... 想知道... 有什麼敏感啊... 唉... 有人弄傷啊... 那些... 為什麼會有什麼事呢... 我以為有什麼敏感... 即是... 有什麼敏感啊... 難道你很健碩嗎... 讚你... 是不是... 那你... 或者... 很好看啊... 那些什麼好看啊... 那些... 有時候有些意外... 或者... 特殊... 突發的事件呢... 老闆一聞到聲... 即是代表... 他已經警告到... 有些人就說... 嘩... 很晚了... 心燒的時候了... 你怎麼回覆啊... 沒有的啦... 你盡你所能啦... 那... 老闆可能交代一句說... 喂... 那你跟了他才行啊... 那你可能就站在那裡... 所以有人就覺得... 這些呢... 是令到... 現今社會... 現今社會... 現今... 即是這一代人呢... 是不喜歡做這些工作... 為什麼呢... 我跟... 沒有離開過公司有什麼分別呢... 是不是... 24小時在那裡... 看著你的WhatsApp 福記... 很難頂的... 好...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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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收工... 放了工回去... 就要隨時呢... 隨時呢... 都... 隨時後命... 是呀... 真是很麻煩的... 好像是On Course... 28小時那些... 24小時那樣... 好了... 另外... 哦...我還沒聽過... 就說... 一心... 當然啦... 有些人就不能夠易用啦... 是不是... 就說... 有人... 有人就這麼說啊... 他老闆... 叫他放棄他的興趣啊... 呃... 預期你這麼多時間... 走去... 畫畫啊... 唱歌啊... 做一些手作仔啊... 不如... 上班... 再多兩個小時... 專心一下工作先啦... 這樣啊... 叫人會發達的... 做那些事情... 不是的... 那些老闆很奇怪... 有時候有些想法... 是... 不是... 他最好就是你... 奉獻給公司... 當然啦... 是... 最好在那裡... 在那裡... 和我在那裡...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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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秘書索的... 做完我的女兒... 最好就是這樣啦... 是... 最好就是幫我... 搬碟台... 單單台台... 我知道你說這些... 當然啦... 好啦... 另外... 就有人說啦... 哈哈哈... 一定要... 要指定衣... 衣著打扮啊... 就說啦... 尤其是... 如果... 有人說出去見客... 那你都要整整些五官的... 無論男與女都好... 是吧... 但是... 有人就說... 不是啦... 我... 做寫字流... 為什麼要強制... 無論男女都好... 穿得要整整齊齊呢... 是吧... 為什麼不可以讓人穿波鞋呢... 就是... 大約天時三十幾度... 我穿件襯衫在裡面... 還要指定我一定會生外套呢... 那個老闆啊... 這些是非常奇怪的... 有人可能覺得... 即是... 或者公司規矩... 覺得你不夠整齊... 不整齊... 代表呢... 就不團結... 會令到呢... 大家就分心... 這樣喔... 那有人就說啦... 如果是這樣... 不如你買套制服給我們穿啦... 是吧... 不用刻意這樣... 不過... 每間公司... 那個... 情況喔... 你穿便服也好... 穿西裝也好... 是不是代表可以... 有一個軍心啊... 齊齊整整... 大家有一個... 一個... 留在這個地方工作的... 性... 味道呢... 不一定... 是吧... 那個... 環境啦... 很多東西呢... 會影響到... 那些人願不願意留下的地方的... 好了... 有一件事喔... 就說啦... 上班時又要關電話喔... 上班時...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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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很少聽到這個... 是啊... 讀書都... 不可以戴電話啦... 我們小時候... 是啊... 你說現在上班時又要關電話... 頂東教陣機啦... 如果有些工種是不方便的電話會響的時候... 是吧... 因為可能... 現在很多事情都突發啦... 是吧... 有些公司就更加... 望你機不離手啦... 什麼叫機不離手呢... 舊時我們就是機不離手的... 即是有時候要... 因為為什麼呢... 只是回... 回Whatsapp... 回電話... 公司的同事打來... 我試過... 嘩... 我說... 我吃頓飯... 我的電話和Whatsapp好像連環轟炸一樣... 我說...我正在吃飯... 等等先啦... 好不好... 是啊... 反過來... 有人就說... 不好意思喔... 李老闆... 叫你關電話喔... 那很多員工就覺得... 神經的... 你叫我關電話... 有什麼東阿豆腐... 如果是... 關乎... 緊要的東西... 有什麼事起上來... 李老闆... 你能不能負責到呢... 那個李老闆就負責到啦... 是不是... 他背得起啦... 但是不是... 人人都是李老闆的嘛... 那... 有人就說啦... 那就不好意思啦... 我是不會聽你話的嘛... 好... 厲害啦... 我也試過的... 就說啦... 如果... 他... 你做一些寫自由工種啦... 你自己... 有時候有自己的位子嘛... 那... 有人就覺得呢... 喂... 我弄得靚靚仔... 就是... 他自己的位子啊... 可能放些... 擺設啊... 有些可能會養一下魚啊... 可能又掛一些公仔啊... 或者... 一些照片在那裡... 那... 有些公司的老闆呢... 就不喜歡的喔... 就是... 工作以外無關的東西... 不要放在那裡... 絕對會影響工作... 這樣喔... 那... 有人就覺得... 你這樣代表不整齊的... 是吧... 那... 一定要你整齊齊齊齊... 我就覺得... 應該現在... 這個世代沒有這些東西了吧... 啊... 很多... 我見過很多... 人... 那些辦公室的桌子... 全部有很多玩具啊... 啊... 桌面是凍幾枝香檳啊... 哈哈哈... 有啦... 逢星期五就可以開香檳喝酒... 喂... 現在有很多文化都是這樣啊... 以前那間公司呢... 我們想喝酒呢... 隨時喝酒... 是...可以... 開會喝酒的... 不是開會... 隨時都喝得酒... 有時候開會呢... 以前有酒吧... 有... 是嗎... 隨時喝... 有一張貴妃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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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露台啊... 是嗎... 嘩... 大露台看著出去海景啊... 更加... 唉... 不是好事來的... 有... 一輩子喝到眼睛都黃了... 當然啦... 他本身自己都是一個... 即是酒鬼來的... 你... 你將那樣東西昇華了... 就... 不是好事啦... 是嗎... 你有自由... 但是不可以將那些東西... 我不停... 就是... 叫做... 杯中物不離手呢... 那就變成了... 對雙身啦... 好啦... 那就說... 公司啊... 有些規矩啊... 就說... 哈令... 不讓大家聊天啊... 那... 飯學咩... 就是飯學啊... 撐這個債... 神經病的... 這些我又覺得... 真的不行啊... 因為有人就說... 試過啊... 老闆呢... 要求啊... 就說... 那些員工啊... 不准說話... 是吧... 就說... 因為安靜的環境... 才可以令到員工... 專心手頭上的工作啊... 又睡著啊... 做什麼啊... 那... 真的有時候... 我... 我不怕這麼說啊... 在一個禁證... 連烏鷹飛過都有... 有... 就是聽得到的時候... 正所謂... 有些人會覺得... 我是不是去了寧堂啊... 個個不出聲... 口黑面黑那樣... 好像靈堂那樣... 上班... 那當然不行啦... 你要帶點氣氛... 尤其是... 如果同事們... 同事之間... 可以溝通得到呢... 其實... 反而... 那個合作... 那個效益... 我覺得會呢... 有時候會大過呢... 大家... 默默做... 倒下頭做... 那可能有人就說... 不是... 掛著談的嘛... 那些人... 只談不做... 有講沒有做... 那... 又不行的... 那這些呢... 大家自己懂... 人大了... 怎樣取其平衡啊... 是不是... 你... 只要不是過份... 過度... 唉... 講到... 微飛色舞啊... 哇... 我昨晚... 上了富士山玩啊... 那你又離譜啊... 是不是... 你不是講這些的... 過份可能... 純粹聊聊聊天... 那我覺得... OK的... 如果不是... 一會被人罵你... 就不行啦... 那當然... 你說... 完全不可以發聲... 那就更加過份了... 是... 講些無謂的事啊... 不是...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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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謂都有分... 但不要那麼過份... 是啊... 你不可以那麼過份... 你明明在趕緊... 大家在趕緊... 人家靜... 人家靜... 不出聲... 那八婆昨天... 吃飯有沒有給錢...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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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開你把嘴... 好怕... 是啊... 好啦... 更加有人就說... 喂... 明不明啊... 大家都是香港人... 那為什麼一些內部email... 個個都是要用... 英文... 不可以用中文... 是... 這個人... 是啊... 好像... 很高級... 沒有鬼套... 有人就說... 真的不明白... 是不是... 當然... 不知道... 文化吧... 好了... 另外呢... 就說... 有一宗... 就說... 要... 經常跟他老闆... 即是上司... 吃飯喔... 吃飯的時候呢... 還是談一些公事... 關於一些工作的進度... 有人說... 嘩... 不是吧... 又悶又沉... 真的... 那頓飯... 不好吃的... 通常都... 吃飯... relax... 不要講公事... 不是的... 有些人最喜歡... 就好像... 不是杯酒式冰拳... 那樣... 吃飯... 聊公事... 那樣... 所以這些呢... 都是一個非常古怪的規則... 和文化的... 嗯... 嘩... 有人就說... 公司有一個這樣的規矩... 開會呢... 如果有份參與開會呢... 在會上呢... 你每個人... 最少要講... 話... 一次... 你不講話呢... 就好像有問題一樣... 不是啊... 現在在講那些什麼... 那些考會考那些呢... 英文 oral... I am agree... Do you agree... 那些呢... 一定要講話... 不然不合格... 不是吧... 開會... 其實開會本身有時候都浪費時間的啦... 我覺得... 大家兩個都講廢話的... 是吧... 我常常都看著這個錶... 廢都暈... 我有時候都是這樣的... 有時候開會呢... 怎樣呢... 一聽到那些人講廢話呢... 我就... 摸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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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嗯... 然後就嘆氣... 心想... 唉...不要浪費青春啦... 大家... 既然都談不到話... 放回大家出去啦... 是啊... 那些老人家... 本身有很多老人家的高層... 你們已經沒有什麼青春... 還要浪費我們的青春... 是啊... 你找到真正有Point的... 不如... 直接說出來... 不要在那邊鬥勸... 是吧... 這些也是... 所以開會文化... 我又很怕... 我也很怕... 是啊... 你說重點... 你只是... 只是上班那些... 辦公室政治... 是... 多多吵啦... 上... 上去開會... 是... 那條... 那條阿叔... 即... 公司... 叫高層... 高層... 然後我挖軌他... 說了一些東西... 說... 建議我做這樣做那樣... 我挖軌他... 然後他說... 其實做這些東西... 都不賺錢的... 可不可以... 有一點點準備先... 我就是以下飯上... 轉個頭... 然後我... 升了...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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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哈哈... 我... 哈哈... 你真的... 這個就是我最後跟他說的一句... 一個聲音... 發的聲音... 然後就沒有了... 完了... 沒有啦... 轉個頭就被老闆解僱了... 我說這個高層其實在這裡做什麼... 是啦... 那時候都會剁灰的啦... 不要隨便啦... 不要緊啦... 賺到錢就是黃傾啦... 對啦... 好啦... 那最後啦... 另一件事情就是... 在公司法行為不可以說粗口... 那不行... 神經病的嘛... 大個兒子啦... 又是上學嘛... 這些呢... 都是令人... 不讓說粗口... 卻捕著卻捕著好像死的... 哈哈... 喂... 你老闆都會說粗口啦... 老闆給你說我不讓你罵我的... 哈哈... 罵人罵... 不要說我啊... 不准指著我啊... 是... 所以... 不要說我不給啊... 你們不給啊... 是啊... 我可以說的... 其實呢... 我相信呢... 古靈精卓的打工仔... 即是遇到的公司的規矩... 我又覺得有些呢... 真的很小學生... 什麼年代啊... 大哥... 進化一點啦... 是吧... 有很多呢... 一直是遠古流傳下來的文化... 大家都是摸不著頭腦... 為什麼到這一刻呢... 都是這樣... 其實很多時候... 因為他們... 年輕的時候... 就是經歷過這些... 他們覺得這一套是可以的... 繼續流下來... 那就改變囉... 希望... 希望有些打工文化能夠改變... 讓大家在工作上... 都做得開心的... 好了... 今集的分享時間是... 那麼多... 拜拜...